台北市警方今天逮捕了一名涉嫌连续抢劫 并且强暴女乘客的计程车司机 警方起初来的计程车在台北市搭载夜归妇女 并规定他们要从左边上车 这是因为他已经律先把车 因为看到他一手大胆 居然用搬手当作武器 连续在计程车内强暴被害人 这些抢车的计程车司机报 前后在台北县师们和台北市中的被害 被害对象都是搭计程车的单身女子 计程车司把他载去强暴了 他怎么强暴你知道 他就锁一边的门 他把那个女生那个门抵在墙壁那边 让那女生连门都开不开 其实你可以攻击男生的那个 下提 请你明白的说出 他一上车就把门锁起来 你根本就 比如说刚刚鞋一踢下去 有没有这个踢位踢啊 所以再怎么讲没有用啊 怎么办 我直接问他人家说什么 比较不会怪异的司机啊 看起来不会怪怪的啊 不然你吗 那如果你们女生啊 就是不是都有那种束缚吗 把自己身材包的很平的话呢 就会比较减少 我跟你讲 他就没有选择性了 因为男人就是受性 然后他就会去做 对啊 不然你们应该去学防伸素嘛 拿到 你看就这么娇小这么娇小 他还好 那女人这么娇小 怎么想要解决 我还好 没见别 真的我还好 虽然你都受气惊害的父女 是不分身材 不分外貌的 我跟你讲哦 不分怜宁耶 你们就一直打大哥 他跟朋友聊聊 你就跟他说 我现在在坐机车车 准备要去哪里啊 然后我的司机就要成名字 对 要讲到什么样子 那这样司机会不会火大了 哈哈哈哈 每个女生啊 都穿那个针钞带 哈哈哈哈 那有用啊 为什么女生 为什么女生要穿针钞带 为什么我们不男生穿 对啊 男生那个应该说起来啊 钥匙跟他老婆身上啊 对不对 她说你不是像 那个流浪狗 不要执钦片吗 天啊 正常 那也来不及了啊 想来警察 那也来不及了啦 怎么来不及 至少有人知道 你被 你受伤害了啊 那知道 已经受到伤害有什么用 就是 你不要伸 你尽量不要伸 也不是啦 身体也不要伸 对也不是 生男的啦 不要伸女的 伸女的就要像我一样 口无有用 怎么是坏人 每一个人都要把他当坏人啦 要不然你们就要 你们真的随身要戴一些 可以防御的小工具 喷雾气 一喷上他眼睛 你反正就 他马上就没有办法跟你怎么样 真的吗 他很不小心看到自己 他戴那个包水饺那种机器 你知道吗 那种机器 不是有那种包水饺那个东西吗 合起来的 对啊 哇他多痛啊 好 所以你们女生每次出去最好要戴什么小刀啊 就是他的脸啊 戳他眼睛 好 现在 如果说真的是遇到歹徒 你下得了这个手吗 下得了 所以我觉得 你确定吗 所以我觉得女生要 要有个自我观 就是 碰到坏人就给他狠狠的 就是你要 杀无色 碰到坏人就要杀无色 所以我觉得 女孩子嘛 既然社会上教你这么多保护自己的方法 对不对 你要敢去做啊 可是我扭你的东西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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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小姐 去哪边啊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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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